瓦特吉 瓦特吉 哈囉大家好我是John 你也跟我一樣是汽油系的愛好者嗎 每次去加油的時候 總是會想要忍不住多吸幾口 有些人覺得汽油很臭 但對我們這種汽油系的人來說 每次吸到汽油的味道那種又刺鼻 又忍不住的那種香味 會讓你想要多吸幾口呢 就像有人說 臭豆粉很臭 但有些人覺得臭豆粉很香 所以像我們這種很愛聞汽油的人 是很正常的啊 汽油中的香味到底是什麼呢 汽油其實是一種揮發性可燃性的 聽類混合物液體 人類對汽油的味道其實非常敏感 即使空氣中有百萬分之一的汽油 他們也可以聞得出來喔 這種味道主要成分就是 芳香廳 芳香廳的家族龐大無敵 在有機化學供餵裡是最基本的原料喔 除了汽油之外 洗涤劑還有橡膠都是由它來當原料喔 但芳香廳其實也不一定是香的 有很多是沒有味道甚至是臭的 汽油中裡面的芳香廳就是那種刺鼻道 讓人家感覺到很香的那種 好想去加油 嗅覺和人的大腦相通 當你聞到汽油的味道時 會喚起神經器官的條件反射 並刺激感官細胞造成一種快感 使得大腦產生一些愉悅的感覺 偶爾聞一下汽油的味道其實對人體是無害的 但如果長期去聞汽油的味道的時候 人的身體其實會產生一種依賴性喔 汽油這種揮發性的有機溶劑 在人家吸的時候會讓人家產生有一種 像毒品一樣的精神快感 國際上把迷戀汽油這種類似的行為 稱作為揮發性有機溶劑的濫用 長期在汽油的環境之中 除了會損害人的神經系統之外 還有可能會讓人感到噁心頭痛 甚至有可能會致癌喔 接下來是挖特級冷知識 第一 如果你覺得你吸了太多汽油的話 其實你可以喝牛奶去綜合身體的那些毒的成分喔 第二 其實我們並不孤單 五月天的阿信還有張愛玲 都是汽油系的愛好者喔 第三 如果不小心被汽油噴到的話 其實可以用咖啡渣跟香皂去去除喔 今天的挖特級就到此為止 還有什麼想要看的嗎 趕快跟我們講喔